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沉 人火世上 真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看罢了 古今多少世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冰天立地 男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尽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万人 大帅上朝 众帅敬殿 大帅上朝 众帅敬殿 大帅大帅 免礼 今儿咱俱翼啊 是要送给你们一件宝贝 是啥宝贝呢 律令 是啥律令啊 是建军施政律令 这份律令啊 是咱 同理擅长刘温文 共同商量制定的 连夜 刻印了五十本 先发给副将以上的官员斟酌 待修订后 再发给全军将士 九副长以上 人手一本 在这 律令当中规定啊 对待孔圣 书院 士绅 商骨 战俘 民众 农丧 僧女 经济 九方面的方针策略 各州府县 各部各营 都要照此遵行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一个 从此以后 所有将士都有章可循了 第二个呢 如果不识字的 可以把它当作识字课本 又懂规矩 又长学识 咱可把丑话说投了吗 十日之内 把它给我备熟了 如果有谁忘了 丢了 甚至换酒喝了 我把它一炉到底 给我养马去 好了好了 咱就先说到这儿 下面 请夫人说话 各位弟兄 我也准备了一件宝贝 叫做内卷管理律令 它不但是给你们的 也是通过你们给各位的父母家卷的 这份绿令当中规定了 君是几岁可婚 婚后如何生活 父母子女如何供养 每月的柴米油盐如何发放 还有 男人出征打仗时 内卷如何留守 男人如果阵亡 遗孤的抚恤标准 我还没成婚呢 谁是咱的内卷呢 先甭急着叫好 这份绿令里面还规定了 如果你们这些将帅虐待妻女 他们将如何伸冤告状 如果你们敢抛弃他们 他们将得到怎样的补偿 而你们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从现在起 义军的所有家眷 由率府内政司统一管理 而内政司嘛 由我直接掌管 遵命 遵命 QR下面 他 SA 我 罗得舒服 骂得也舒服 都舒服 冲八 这个刘伯温的才华 他是比擅长还要高些 你能把他拢到身边来 真是福气啊 不是福气 是咱的亡者之气 这话可是刘伯温自个儿说的啊 不过我倒是有点小小的担心 李善长和刘伯温 一个是怀西大贤 一个是浙江名士 他们俩人能和睦相处吗 刘伯温才华横溢 李善长更厚道歉 两人各有成端 就看咱怎样驾驭他们了 好漂亮 姐 快来看 我的天 真漂亮 哪来的 快说 是他 真没想到 一个大男人 这么心灵手巧 他还没女人呢 老是缠着我 妹子啊 听姐一句话 不要爱上她 更不能嫁给她 为什么 他们这些将军 老得出真打仗 一不留神 就战死了 你看看内务四名册上 有多少寡妇呀 再说 你还年轻 慢慢看 寻觅一个安稳的 姐 那你想寻个 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 反正啊 我会嫁给将军 免得当寡妇 至于 到时候再说吧 搁这儿吧 倩儿呢 她呀 被大船招去了 说让她给松个尖 敲个背 坐下 玉儿 我问你个事 花蓉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夫人 我早就看出来了 告诉我 你喜欢她吗 哦 夫人 我 我不清楚 这就是说喜欢上了 对不对 花蓉是个好孩子 值得喜欢 夫人 以前 我看你说话办事 觉得你比倩儿聪明 可现在我忽然发现 你的倩姐姐 可比你要聪明得多呢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你啊 将来顶多是个将帅夫人 可她呢 她却一心想着要当王妃呢 是个好孩子 大帅 杵州将军六百里击冒 原亭已兵发五十三万 分东西两路进调中原一军 脱脱铁木尔亲帅 惊奇五万 已经过了 草庄 鹏城 直奔江东而来 副帅 莫我向道 援军已经开始大举进脚了 水陆方面的攻守要阵呢 就是安庆阵 陆路方面是太平阵 今天凌晨 陈长玉川已经率部 去攻打安庆阵了 对他我是十分放心的 至于这个太平阵 咱昨儿想了一宿 准备派你出征 成末 成 说 有啥要求 副帅给我多少兵马 除了你属下的三婴之外 再多给你五个营 一共八千精兵 时间呢 十日之内给我拿下太平阵 拿下后坚守待命 成 但不是军务 是我自搞的事 说说 我喜欢玉儿 我喜欢死他了 玉儿他也喜欢我 接着说 可是一旦我走开了 肯定有好多兄弟追他 他那么漂亮 谁不动心啊 等我回来了 他都是别人的媳妇了 我想在我走之前 跟玉儿把事定了 那那那你不是让我 跟玉儿下死令吗 就是 哦 不过 副帅说这话可能不行 但干娘去说 玉儿归他管 嘿你这 等着 哦 回他管我 回他 小混蛋 妹子 华容马上就要出征了 这是孩子最大的心愿了 你说咱这当干爹干娘的 得成全那不是 啊 得让孩子出征之前 回身是劲不是 啊 我没意见 你说去吧 我 我说 嘿嘿嘿 妹子 这 哎呀 这事 我说恐怕不行 玉儿这孩子吧 就听你的 你是他的恩人 哎呦 妹子 哥求你了 啊 求你了 玉儿的事我可以做主 哎 亲人的事怎么说 倩儿 哎 倩儿跟这事有啥关心 你 甭跟我装糊涂 我知道你喜欢他 我也知道我拦不住你们 可是有一样 天下太平之前不许你娶她 省得你分心我闹心 将帅们眼里也不好看 成 还有 让她离开金陵城 送怀喜老家 养着 请 呃 呃 承 哎 哎 干吗 在这等着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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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带了多少兵马 回禀大帅只有两个人 你看清楚了 没错 千真万确就是两个人 嗯 陈有亮 你夺我的粮草 杀我部署 娶我的黄州城 你为何如此 有亮误听监人调索 得罪了大帅 现在 有亮将黄州城归还给大帅 逼请大帅 治罪 光把承还给我这就够了吗 你还杀了我的守将 有亮自知罪过太甚 所以在此附近请罪 如果 大帅认为不够 有亮愿献出这颗头颅 只愿大帅 宽恕我的部下 放他们一条生路 这话不错 以命抵命 这是你的报应 那么 我就要取你的头了 大帅 请便 陈有亮 你能知罪改过 你们还是我的好兄弟 我宽恕你了 起来吧 谢 大帅 君 明将军 我早叫人杀鸡宰牛 准备好了大举大举 就得人跟你来呢 好 好 我们在风雪中奔走了好几天 早就饿坏了 请请请 谁有量 你想干什么 我 实话告诉你 我要取你而代之 你呀 你将军 庸若无能愚昧无知 白领了七十万人马却毫无所谓 你这等庸才 展觐这帅位又有何用啊 我刚刚才放过你 已经赶了 这事 你也好意思说呀 我都替你害臊 你中了我的父亲请罪之急 更见得你是个愚昧无知之人了 好了 时间紧迫 我要用你的人头 去号令三军 顺便说一声 我不会让你白死 我会让咱们的旗帜 插遍大江南北 让你死而明目 你敢动 也我心里 他们 应该 那两个谅 事实判退 拥兵又说完了 占据了湖北 江西 湖南等地 兵波降落 战船云机 他现在已经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异军了 这个东西 背心轻易 该把他牵刀忘剐 对 牵刀忘剐 这也不算完呢 陈有量已经顺天命进大位 宣布自己是汉王了 要大江南北的所有异军全部归属于他 这不汉王还给咱朱元璋发来了一道令旨 要咱速去黄州朝拜王家 一起共图大业 现在援军也离咱不远了 统兵元帅就是脱脱铁木耳 大家商议一下 当下咱们该如何应战 禀大帅擅长以为 一 万不可发兵讨伐陈有量 二 集结所有兵马 一瓶长江天险 抵御元丁大军 三 可现派出部分精锐 欲先过疆 赋予来敌之路上 咒服夜夕 迟缓援军 令其疲惫不堪 大帅 末将赞同李先生的策略 末将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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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 末将赞同 书将赞同 脱口 老太太 显身 立刻 末将赞同 赞同 墩子 末将赞同 宋 没错 袁庭是我们的敌人 但不一定是最危险的敌人 大帅 在下觉着异军最危险的敌人 是西边的陈有亮 南边的张世成 袁庭大势已去 如同浮水朽 迟早士兵灭 而像陈有亮张世成这样的异军 则是满山遍野 他们如同狂风盟已铺天盖地 他们个个都想成王成大 裂徒为将 个个都想做皇帝 征天下 请问列位 现在有多少个真皇帝 假皇帝 以及那些个想做皇帝 而没有做成的萧雄霸主呢 只怕成本上前 不可胜手 可是把皇帝都拒绝得开 他也没有做成功 他也没有做成功 他也要做成功 他也要做成功 他也有做成功 先生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这是人话吗 这是狗家 什么东西 到朝廷去 还绞杀过咱们直动义军 他手上还粘着咱义军兄弟的血 如今认识严谨帮凶 他用动义军 他用动义军 我先砍紧 再受军阀处理 他手上还粘着咱义军兄弟的血 如今认识严谨帮凶 柯晨 master奥 调查 今儿是怎么了 兄弟们为何意气发难啊 不过这刘国温呐说话也太过分了 在他眼里 义军都是打家劫舍的毛贼 都是想争当皇帝的萧雄 都是天下大乱的祸害 恐怕连咱都在内了 就他是世外高人 就他可以指点江山 说这说那的 这个王八高子 大帅 在下告辞了 王八高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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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